國外風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要帶您看到的是 中共昨天對台灣展開了圍台軍演 不過短短的13個小時就結束了 結果當然台灣也是嚴正以待 總統賴清德甚至是召開了國安會議 結果這國安會議的照片也流出來 就被質疑是不是有百拍的嫌疑 今天行政院長卓榮泰 也針對這件事情做出回應了 一起來聽聽看行政院長怎麼說 中國的演習不僅在台灣的周遭 更嚴重的影響到整個國際的航權 海空方面 所以也是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的注意 台灣在這個時候 昨天早上緊急的 總統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應對措施 如果沒有召開這種會議 我想大家的評論批評會是另外一種 那麼竟然有人會用擺拍的方式 各位如果看看 我在照片裡面的那張照片 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照片 我們是很用心在 處理昨天早上緊急發生的 以及事後必須去處理的情形 因為蜘蛛泰他卻強調了昨天 一瞭解到圍台軍演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麼當然總統就跟國安高層 緊急召開會議 那麼他也在裡面與會 那麼當下大家是很嚴肅去面對 這件事情的 他說是由幕僚來側寫側拍 當下並不知道有人在拍照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擺拍的嫌疑 特別講出來就是希望能夠化解誤會 只不過今天在立法院除了質詢之外 今天中午也有程序委員會 那麼總預算案在和解犯破局之後 接下來該怎麼走 稍待一會有最新的情況 我們會隨時為您連線掌握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